王必勝外遇 陳時中喝酒嗨唱的影片曝光後 一個是在疫情中還要抽空出軌的防禦英雄 另外一個是 言以律他 歡迎對己的雙標指揮官 醜聞接二連三被揪出來後 不管是內部爭奪權威的政治惡鬥 或是正義人士的舉發 防禦指揮中心的高層們的荒唐行徑 對照出全台灣認真防疫的國人 好像都被當猴子耍了 因為名字取得好 防疫就一定必勝嘛 連個人私事的危機處理的能力都沒有的人 如何能夠處理疫情危機 就算陳時中說 防疫不能沒有王必勝 過去的防疫戰功 很多都是過度包裝 我依舊無法認同 出軌說謊的人能夠帶領台灣的防疫戰爭 我也想問問民進黨的女權立委和副團們 對於王必勝的說謊和外遇 為何選擇沉默 不敢出來為女性發聲 還是女權自助餐裡面今天沒上這道菜 不論喝酒還唱是此時還是去年 都是在防疫警戒期間內 指揮官不僅有違公務員應遵守的廉政規範 還違反自己訂定的防疫規定 臺灣的防疫規範非常的嚴格 但是民眾仍然積極地配合各種防疫措施 擔心自己會成為防疫的漏洞 這次陳時中唱嗨了 不既不遵守防疫規範 沒有保持社交距離 也沒有戴起口罩的影片公諸於事後 原來所有的防疫規定 都是給小老百姓們來遵守的 一家之不治 何以天下國家為 春節再起 許多受困於疫情很久沒有回家的國人 有人甚至已經是被除疾了 大家都心急如焚 想要回家 但是這兩個禮拜來 一下子說嚴格禁管 14加7不會改變 一下子又說防疫旅館不夠 所以我們改成10加4加7的春節專案 每幾天又改成7加7加7 搞得頭都昏了 官網這麼簡單的 儘管檢疫政策就如此紋亂 難道是指揮中心都太忙了嗎 超級 armour的 絲品 五公 另外 É 二戶口 五公 五公 三家族 五公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